因为现在今天第一时间先宣布应变中心成立 第二个是停班停课 第三个学校的部分学生都先安置在我们的操场 然后盘点人数 那之后如果家长愿意要接回去 那也可以接回去 我们老师就会做好很好的登录 也很好的盘点 那另外就是我们请大家一定现在余政不断 请大家一定要离开建筑物 一定要离开建筑物 我们待会也会宣布几个大型的公园区 可以在那边先 大家如果担忧可以先在那边休息 比方说芝卡宣公园 比方说我们的国服运动园区 比方说我们的四八高地 这些地方待会一并会跟我们所有的乡亲 还有媒体大家一起共同来推播 那另外一个就是大型伤害的DMAT 我们也启动了 也在我们的这个在standby当中 那另外对于医院的部分 卫生局跟各大医院的部分也都取得联系 那大家都现在都在做这个症候 很多的这个东西倒塌 必须要趕快来复原 也保障到我们的这个住院的这个病患的安全 我想现在都在救难救急的部分 那请大家一起如果有任何的这个受困 请大家一定要告诉消防局 打1999我们一定我们一定全力来这个进行来协助 第二个也感谢这个基隆市谢国梁市长 也感谢这个苗栗县 感谢宜兰县林之庙县长 感谢台东县饶庆林县长 特收队的部分也都现在都已经前往花莲的路上 那另外人水隧道南下的部分 人水隧道部分有一些这个受损 所以它现在是这个单向通行的 还有目前台11线的部分 35K的部分 它的这个目前 目前苏阿改封闭 目前苏阿改全新封闭 那目前台11线的部分 它有部分的路段 因为山峰的部分已经阻断了路 所以台11线的部分 目前也预警性的封闭 花64也预警性的封闭